在二战的苏德战丁中,交战双方都投入了成千上万辆坦克进行厮杀,虽然苏联由于准备不足,在战争初期,几乎是节节半退。 不过在局部的战场上,苏联的KV1系列重型坦克,却造就了一段段昏黄的传奇。 可以说其在苏德战争前期的重要性,一点不次于苏联另一款传奇的T34坦克。 其实,KV1的研制企业,并不是为了防备德国的可能进攻,而是因为苏联在苏芬战丁中,以优势兵力,却无法突破奔兰构筑的坚固防御阵地,从而导致大量伤亡后采取得惨剩。 战后苏联陆军才要求军工部门研制一种,具有强大火力和重装甲的步兵支援坦克。 于是,专家队缺陷不少的SMK多炮塔坦克,进行了大量转动,取消了被斯大林批评的多炮塔,恢复了传统坦克大炮塔结构。 在对底盘结构进行进一步加强的同时,也更换了更宽的履带,使其可以通过更恶劣的路况。 此外,还对车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缩小,并去掉了一些飞装甲防护的多余设计。 这样,传奇的KV-1型重型坦克成功问世,并于1940年2月开始在基洛夫工厂进行批量生产,当年就生产了243辆。 但是由于KV-1此时刚刚进入量产,苏联又急于暂时战中测试这种新型重型坦克的威力。 于是,多辆KV-1原型车和T100、SMK坦克一道,被派往了芬兰战场。 在战斗中,原本就对苏联坦克缺乏直接攻击手段的芬兰军队,对于装甲后杜远超同期坦克一倍的KV-1坦克,感到束手无策。 虽然双方交战地区齐驱,一面,可KV-1得益于其12个独立附重轮和扭杆连接的悬挂装置,再配合加宽的履带很好地分散了重量,反而安全通过了不少简易木桥和恶劣道路。 而体现KV-1超过同期坦克强大战斗力的地方,主要是他的装甲与火力了。 KV-1的早期型手上装甲,为90毫米,侧面75毫米。 这个装甲后度,虽然在现代各国主战坦克面前都是渣渣,但在当时把坦克炮多为37毫米和45毫米口径,对于KV-1的装甲后度来说,简直是挠洋洋。 即便是德国坦克,在虎实的出现前,装甲也多为KV-1的一半,甚至不到一半,而且坦克战斗权重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。 当然,在新式战争武器不断涌现的二战期间,KV-1也不可能一直处于无敌状态,在1942年德国大量装备50毫米和75毫米火炮后,KV-1的装甲厚度,已经显得不够用了。 甚至KV-1侧面在300至500米内,也可能被30毫米气泡抓透。 所以说,无敌是寂寞的,但也会结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